幻间的1800我们要关心选战焦点 讲到选举倒数计时 根据没力道电子报公布这份最新的民调结果 民进党的赖萧佩目前大幅度的领先 同时扩大领先的差距 以40.1%现在第一名 搭配之后首次占上了司成的支持度 那另外讲到其实萧美琴吸引非常多年轻人 还有女性的选票 这一回民调青年的支持度已经大大超车了柯营佩 而其他的民调数字现在侯康佩是36.1%第二名 而柯营佩则是垫底的状况 一身西装认真研读脚本 民进党政负总统参选人赖萧佩 合体总统拍宣传影片 蔡英文甚至带来爱犬乐乐 似乎就是要呼应赖萧的猫狗派主题 蔡赖萧搬出毛小孩催票 似乎真的起作用 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 赖萧佩搭起来之后第一次站上四成大关 赢过侯康佩31.6% 以及柯营佩14.8% 更值得注意的是 20到29岁青年支持度 赖萧佩以35.7% 大大超车柯营佩11.3个百分点 萧美琴本身因为他形象有问题 所以他对于年轻选票就非常有吸引力 柯文哲的年轻选票已经是大量的剥离了 萧美琴不只能吸引青年 女性选民更能让鹰粉回流 巩固绿营基本盘 眼看民进党扩大领先差距 国民党指引萧美琴驻美成果 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参选人黄国昌 则拿出空照图对比 狂轻赖青德万里老家为鉴争议 黄国昌过去是这个选区的立委 但是没有协助在地解决问题 现在被民众党提名为不分区 为了选举的利益 恶意用片面的资讯在操作风向 不时指控令人遗憾 2024选战最后关头 蓝白持续猛攻 绿营严加防守 选前求稳减少犯错 接着全新的蓝金发台北上报道